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清朝的王什么宾的 忘了 记不住人名 他写的 他经历了从乾隆年间 出生大概是 一直到了同志年间 所以他经历了清朝从最鼎盛时 到了最后咸丰到同志 到了他衰败 他写的《维路夜话》跟另外两本书 蔡庚坛 蔡庚坛好像是明朝的 和小窗什么 没记住 作为叫《处事》 就是三本处事奇书 《处事奇书》就是 我记得跟大家解释过 他不要背井 他只要井是横年 井是明年 他只要说人应该怎么做 那他很少去讲说 为什么这么做 他都是一些随行的感悟 而《维路夜话》是作者确实在他一生中的随身感悟 大概有221个短文 他不是短文了 就两三句话 随便两三句话 里面包含他的含义 包含他的意思 那我以为里面其实他的意思和含义呢 却有了他生 里面包含很多的生命背景 《维路夜话》应该是相对来讲 更趋近于白话 就是他的时代促成了他 我们今天的人读起来可能更容易一点 更容易一点 《蔡庚坦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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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道罪功 人若苦心断不负苦心 为善者须当自信 这里面就讲了一个 如果按照中国人现代共产党的话 就是迷信 迷信 那他的概念就是 如果你这个人德性不够 这个人德性不够 好事到你们家都未必是好事 好事到你们家未必是好事 而你认为 如何如何的话 会出事的 会出事的 我通俗这么解释了 那天道罪功 你一定要相信这天意 天道罪功 天道罪功 人能苦心 就是不断诚持这种 坚持这份苦心 一定要对天道罪功 要保持充满自信 你只做 你要做 你现在受苦 你现在觉得你苦 是你现在觉得 但苍天有眼 我个人觉得 看到这段话 只是觉得应对现在的环境 应对现在的环境 如果家里德性不够的话 那好事到你家未必是好事 其实这里面 在我眼睛里包含了相当相生相克的道理 很多人赚钱了 赚钱都是以不择手段赚钱 那天功 天功罪功 那天功罪功的话 苍天罪功的话 人们都是在倒霉的时候 自己倒霉的时候 才会成熟 就是才会去想到这样的一个概念 人在得意的时候 不这么想 狂妄之极 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中 到处都是 所以他是按自己需要 去看待自己的道德 保语厚 按照自己的需要 去看到这天功上 老天爷是否功名 完全以自己利益为基点 所以同样的一句话 是以什么为基点 那维路液化里面有很多话 是这么说的 那在今天的中国社会 在今天的现实环境中 我以为就包含这个成分 我个人以为 确实包含这个成分 一个占有道义的人 一个占有道理的国家 一个占有道义的人 他的所作所为 有着苍天的那一份功允的展现 那一份功允的展现 贸易谈判 今天开始 应该谈了 结果同意就在今天 美国一艘军舰 直接进入到南中国海当中 被中共宣称拥有12海里的 所谓的这个领土 直接进入 那我们在这种做法 就相当具有挑战 就是川普故意的 中美贸易谈判第一波 美国导弹驱逐舰 直接进入南海 震慑施压 震慑施压 这应该是这艘 导弹驱逐舰的照片了 这是看到的 这个事情成为了这个 在这个 应该是路透社报道最先报的 今天开始第一天谈判 谈判内容没有任何 到现在没有任何披露出来 被认为是测试中美贸易 解除关税战的重要进展 但谈判级别比较低 而聚焦呢 他认为是聚焦在农业 但是在中国已经开始大规模 大幅度购买美国农产品 已经做了 已经做了 所以他带了一些人 带了贸易代表 带的是农业方面的 跟能源方面的专家 谈判专家 他说结果如何 可能会影响到 后面更高级别的谈判的前景 我们知道22号到25号 在这个达沃斯 川普现在看消息呢 川普首先宣布他要去达沃斯 习近平派王岐山去达沃斯呢 是在川普之后宣布的 是在川普之后宣布的 所以时间上是有一个差距的 那也就变成了 习近平让王岐山去出席这个达沃斯 跟有可能跟他看到川普去是有关系的 因为他跟川普已经有了正常的往来 但终归是他 那作为王岐山来讲 所有人都认为他是现在 习近平的团队当中能力最强的 可是呢 在很多事情上是过去这个几个月 半年吧 不到 多半年 我是指三月底之后 一直是习近平自己出头 王岐山完全被冷冻了 所以这是一个前后的故事 表示着一个在今天的环境中出现的变化 有消息讲中国做出巨大让步 但导弹驱出舰 直接闯进南海自行区 随被认为施加压力 过分刺激北京将会引起中国反弹 反而成为搅局 不可能 这个做法是概念在我眼睛里 大家要知道 在12月1号的谈判中 习近平的30分钟也好 45分钟也好 他的整个的谈话 都是围绕着贸易的本身 你看一看当时的谈判的结果 整个谈话的内容 丝毫没有涉及到 南中国海的问题 没有 所以这是在当时反对川普的一些 美国媒体当中 特别指出来 说川普一下都谈在贸易本身上 跟整个南中国海 跟反共本身 有了距离 原来就是说 借着贸易战 实际川普在反共 但是在12月1号的这个川西峰会上 他没有触及到这问题 很多人是那么解释 我也看到过报道 那正式的12月 兑现12月1号承诺的谈判一开始的 同一天 川普派军舰 这种事情一定是通过川普接受的 川普派军舰在南中国海示威 直接闯入 中共宣称为自己的 这个所谓的保护区 国家的领域 那这是在 这样的贸易谈判中 川普表明他的态度 贸易谈判 不仅仅是贸易谈判 是对整个中共政权的 战略上的一种态度 我觉得这个成分相当高 因为这种军舰进去 去直接触及到习近平本身 你谈 谈不谈 我整体的态度从来没改变过 所以他表明 当他的导弹驱逐舰 进入了南中国海的时候 进入了中共宣称的领土的时候 领海的时候 在表明 川普在表明 我没有做过丝毫让步 这是 这个成分是最高的 因为他的实际意义不大 他不是谁跟谁打仗 他是表明态度 而中共的军舰 你将如何表态 使用了 中国宣称拥有主权的西沙群岛岛礁 12海里之内 太平洋舰队发言人 在一份电邮声明中说 美国海军迈克贝尔号 执行航行自由任务 驶入西沙群岛岛礁 12海里内 以挑战一些声索方 以挑战一些声明方吧 他英文翻译成这个 以挑战一些声明方 在南中国海的过渡海事主张 所以他作为太平洋舰队的发言人 在他的声明中 直接讲 我是挑战中方 很少见 对不对 那他可以说 我唯航行自由 这是我的任务 他不用去说 我去挑战你 过渡海事主张 他不用讲这句话 但他讲了 所以这是川普在表明 他针对中共政权 以贸易战为中心 在其他任何主要的方面上 我不做任何让步 这是川普的态度 而川普的自身来讲 你可以讲 他同样是一种测试 他强调的是中国经济不好 对吧 他一再强调的是中国经济不好 中国经济不好 迫使中国不得不让步 那当他这样的 在这个 在那样的一个现实的前提下 军舰在出现的话 更加表示出 他对中共政权的强烈 向西方社会 乃至向国际社会 表明他的态度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 比较明显的 就是他的态度的彰显 态度的彰显 没有消息中方做出任何反应 我不知道国内是不是有说 以及对中美贸易谈判有任何反应 那美方的谈判代表团 在星期日到达时也没有做任何的 也没有做任何的这个表述 所以都是相当低调的 他具体的谈判的人 我以为他也没有说 他谈不出什么结果 因为他级别太低 引述彭博社讲 美国如果想赢 赢者全拿 只会有反效果 不一定 不一定 我个人觉得这个可能性不大 他不是在 就是川普的做法 你可以说 他像对谈判而言是施压 我个人的更看重的是 他强调的 中方必须让步 美方不做任何让步 是在这个基点上 华尔街日报讲 中国经济放缓超出预期 让美国很有信心 在谈判上 过去几个月 高级官员淡化 贸易紧张 给中国带来的影响 告诉外界 美中贸易紧张 不过是让美国 中国股市受创 反而加码投资 中国的好时机 那是他的宣传 我觉得宣传就无所谓了 你的经济指数 你的现代状况 你自己知道 所以这是我自己认为 这是川普在 如何理解习近平的做法中 那确实是 需要他关注的 就是习近平在 重提自力更生的概念 改革开放就下败了 那个无所谓了 重提自力更生 死掉人 在所不惜 这个是一个 暴政政权 他可以做到 而且他认为 这是一个办法 他对外面没有办法 但对今天的中国人 他怎么用都可以 在他的权力中 中南海的核心 有着明确结论 中美贸易争端 削弱中国增长 这是对方的说法 中央社讲说 贸易战中 以关税反制美国 同时软性做出不少 做出了各种让步 而所有这些让步 其实都是一个关键的问题 所有的这些让步 都是数量上的让步 没有任何结构性改变 而川普 写止到现在川普 所依赖的纳瓦罗 跟这一次贸易谈判当中的 主谈者 美国贸易代表 他们却完全注重在 中国在结构性改革当中 而这结构性的改革呢 就是在痛击 以中共的国安部 华为中兴类似公司 强行转账技术 国安部干着了 偷窃剽知识产权 网络盗窃 你看 所以你怎么赚 都赚不出这点 那如何是一个结构性改革 表面上的立法是没有用的 法律在中国的执行 我相信连狗都知道 是怎么回事 更不用说人了 301的备忘录 去年3月份 开始打贸易战 然后在4月份 提出了中国提出了 四项措施 未明指针对贸易战 但是呢 恰好应对了这个事情 大幅放宽市场准路 创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扩大 主动扩大进口 这是迄今为止的谈判精神 听有朋友讲说 中国最厉害的就是嘴炮 你见过吗 其实这些问题都在这 这贸易战打了半年多 说的所有的东西 都在回避强行转账技术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人家问你怎么加强 对不对 这是4月份 4月份 习近平说的 抓的那个江苏的国安部的 副部长 国安部的江苏省的叫什么 国安局的副局长 姓许 那是8月份抓的 对吧 对这个孟晚舟的这个逮捕令是8月22号下 那你跟你现在跟他4月份说情况 这样对等的话 你这就他外国人不是 外国人是拿事情说话 共产党人永远是用嘴 永远是用嘴做欺骗 用手去杀人 我觉得这话对了 永远用嘴去欺骗 用手去杀人 但是对于老外来讲 他确实杀不了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